買到完這最後兩套 然後我買到完 嗨 我是俊賢 也有人叫我雷森 我是一位GU愛好者 GU呢這個愛好其實已經慢慢被時代淘汰了 我希望通過我的影片會讓更多人認識與了解GU這個愛好 歡迎來到我的GU之旅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俊賢 這個影片你看到呢 是跟之前那個跟Post Malaysia道謝的那個影片是同一天拍的 所以我們來開箱今天的這個 新發行的郵票 這個其實是遲來的馬來西亞日的系列 所以你還沒有看我之前的video呢 你可以點去看我之前馬來西亞的video 我在那個影片那邊我介紹了很多馬來西亞日的私人封 還有一些官方的手指封 所以今天我也是也有私人封還有官方手指封 馬來西亞日應該是在9月16號 所以它應該是9月16號發行的 不過因為新冠肺炎這個疫情的關係呢 它延遲到今天28號了 它才來正式售賣這個 首日封還有它的郵票 首日封的日期還是9月16號 只有馬來西亞能這樣做到罷了 延遲到一個月多了 才來賣它的東西 不過不用緊這次的design真的是很美 還有我們的國父印在它的封面上面 這個是folder的封面 我手上這裡拿著的是官方的郵票的系列 它的folder 裡面有一個完整版的郵票 一夫妻的郵票 這個是我另外買的 其實這個folder就6塊錢了 不是跟著一起來 它不是一套的你要分開買的 我買這個folder的時候 已經是剩最後兩套了 然後我買到完 這最後兩套 然後我買到完 製作一定能夠 看還有 是 油票應該還有 它的油值是快3 1.30 它是以一些舊照片來印上去的 它的油票 變大了很多 我們發現它的油票大了很多 手感非常好 而且它是一整套就在一排上面 所以你要撕来做这个手字缝的话 你只要撕掉一整排 不需要像每次我们一张一张撕一张一张贴 整排就是一整套完整的邮票 所以手字缝它的一个信封就50C了 加上上面的Stamp一张快三乘三 Postage油费涨价了 它的油票当然也要涨价 所以只能这样了 要买贵的油票了 没有办法 来我们看私人风的时候 当然有做私人风的啦 这样才是我的作风 这个比它的Official Envelope大一点 它是那个我们平常用来寄信的Envelope的 然后它印上这个国父一个Medica的 从1963年算到2020年是57年咯 就这样 下面这里有马来西亚日当年1963年发行的油票的 这个一个非常贵啊 Main Condition的 是很贵的 这个主人很心痛的 他直接贴上去了 再去做做一个比较有纪念的私人风啦 历史书上能看得到的啦 但是这是一个简短的例子印在这个私人风上面 finally 这里也是一个印有马来西亚日的历史的一个简短的介绍啦 不过这个是以timeline的方式来介绍 5月27日1961年的故事开始讲到 9月16号1963年的 它是一个timeline的方式来讲 绝本了 下了本钱了 它把那些很 它把这个1963年发行的这个油票 而且是全新的 Main Condition的 贴在一个 这个2020年的信封上面 再拿去盖银 其实这个也不便宜啊 如果你要买Main Condition在 online上面买的话 的确不便宜 这个Jewer 这个已经有57年历史的油票了 它保存了57年还保存到这样美 它可以卖了不少价钱的 它拿来贴在一个 新封上面 再跟一些全新的油票 再去做手制封 哈喽 其实我是在Edit Video一半了的 但我没有想到讲 刚好这个Bustle也送进来了 是一个私人风来的 我过后再买来的 它比较大一点的Size 所以这个系列里面我买到最大的一个Size 就是这里了 这个是2013年的油票 加上这2020年的油票 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私人风来的 所以这应该是我买到最大的私人风 很久没有看到这样大的私人风 我收回昨天我讲的Statement 我讲昨天那个是最大风 结果今天我又再拿到一个 刚刚拿到更加大的 它是半个A4 Size的Private Cover 所以讲话不要说太满 应该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这看那个Creator那个 应Private Cover的人的创意了 有时候他们要用大 有时候他们用小 所以这是补拍画面 所以我们回去我们的Studio做Ending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拜拜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这个东郭阿德拉曼2013年的油票 其实刚才之前的那个 Brivate Cover也是有东郭阿德拉曼 这个油票啦 这是50年到 Malaysia 感谢 感谢Boss Malaysia 跟Boss Malaysia的刀